接下来这个年轻人投入餐饮业也是为了家里的长辈 父亲罹患大肠癌之后 他开始重视每一口吃下毒的食物 甚至开了一家以健康为诉求的火锅店 糖头用新鲜蔬果熬煮 食材选用温体猪肉以及不添加染色剂的海鲜 把客人当家人一样用心对待和照顾 这也是他创业的最大动力 热乎乎蒙了窗戟却暖静人心 这一锅喜趣寒意 拉近了人与人间的距离 更尝到食物最原始的滋味 食材都比较新鲜 然后肉质也比较软嫩 然后也都是比较有厚度的 就是不管你吃什么肉都有厚度 然后就是蛮实惠的 我觉得菜盘摆设方面都有特别的设计过 让人看起来就觉得蛮赏金悦目的 对 吃起来就是也蛮开心的 吃饱了却不负担 眼前的菜肴有着巴黎人的阿诺风采 这是七年级生想传达的多物概念 食材它本身就有赋予它非常美味的原味 我们不用在于过多的烹煮方式 轻轻这样汆烫然后吃起来 那你就可以感受到每一个食材 它应该有的甜味跟香气 学的是法式餐饮 他把台式饮食导入法式风 用松露酱和法国盐之花 取代传统沙茶沾酱 而酱油是日式加西螺的混血儿 不会过甜也没太咸 菜盘也不只是单纯的菜盘 我主要在一个区域 我想要对造成一种像捧花的感觉 法菜常常会用到一些木头石盘 出餐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很龟毛 我就有自己超龟毛 我就觉得说这不行 我就马上退回去 这是小鹿出社会11年后 靠自己的力量开出的第一家店 当起生平第一次的老板 虽然很自豪自家的摆盘设计 但他知道真实材不添加 才是走下去的关键力量 有红萝卜 苹果 高丽菜 然后我们会连高丽菜心都下还有洋葱 坑布的部分它是会释放它的自然的海苔香 台湾的甘蔗 然后用低温的熬制方式 火锅汤头只用蔬果和甘蔗去熬 小火煮后还得焖五六个钟头 起锅后只用盐巴调味 坚持不再加任何浓缩粉料 最后蔬果香气足 味道却相当淡雅 和外面绑架味蕾的汤头相比 根本不是竞争对手 汤里就是蛮原味 就是可以吃出它食材的鲜甜 对 就是我觉得还蛮好吃 蛮细 对 员工一度质疑赚得了钱吗 很担心第三个月就拿不到薪水 没想到这份执着客人吃出来了 越来越多人上门 员工的向心力也越来越强 我觉得我吃了很多 就像食材方面 我觉得更进一步地去认识食食材 原味的食材 花时间熬煮汤头 也花青丝自己手做 这是我们的海胆牛肉丸 雪花牛的部分 它的油脂含量丰富 然后切之完之后 要不断地这样子把它剁碎 开打完之后呢 我会把它捏成球 放我们自己制制的海胆酱 用食材搭配食材的概念来制作菜单 因此能自己做的就尽量不买加工品 我自己的个性我很喜欢就是 今天有样食材它在我的眼前 我会想我要如何去变化它 因为我觉得这桃味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2015开店前 父母是举双手反对 因为他们卖了大半辈子米粉汤 油汤生意实在太辛苦 不希望小孩子也走上这条路 小路叛逆 也明白自己不是读书的料 但餐饮是他从小熟悉的工作 于是念了相关科系 我一个宜兰的朋友 他要开店真火锅店 那我心里面想说好 那我就去帮忙他规划所有的一切 顺便看我自己对于 我自己开店的能力到哪里 所以我就带他们到 帮忙朋友的火锅店用餐 所以和父母 因为以前都我很叛逆 也不爱读书 父母被他的行动力给打动 开始转而支持他的创业 但筹备期间 父亲健康亮起红灯 罹患了大肠癌 这一个重大打击 让他省思 入口每一个食物的重要性 因此下定决心 要做一个健康取向的锅物 用正能量取代负担 这一番努力 父亲尽管在病榻 也相当引以为荣 他们的护士小姐就说 就是那间我常常订不到的那间火锅店 然后就让我爸爸觉得 他有一种当董事长的感觉 他有一种很棒的感觉 他就跟我要名片 我就说 爸爸那我给你一盒名片 你拿去医院罚 给那些护士小姐 你可以跟他们说 我是董事长 为了开店 14岁开始打工 使多年下来赚到的钱 再加上青年创业贷款 以及家人赞助的资金 投注好几百万 才真的圆了梦想 现况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因此选料上特别下功夫 像是猪肉片 用的是温体猪 口感考量外 还因为营养没有流失 至于海鲜鱼货 买的是整尾的鱼 分切使用 而不是经过加工切片处理 避免被加染色剂 和打入氮气 我们的话 你会感觉它 红色的部分跟表皮 没有这么的完整 那它就是完完全全的 圆块处理 那在漏色上面 它也比较不会这么的红 你会看到它呈现的 会是比较属于白色的状况 客人口碑相传 带动人气 就连部落客 都主动帮它写推文 接到客人赞美 小鹿感恩在心 至于批评 不照美反而更开心 因为这是改进的最快方式 现在就像是块海鲜体 不断不断地洗手养分 等待有朝一日 释放出更大能量 也让父母知道 小鹿并没有乱撞 正在朝目标前进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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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